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康科 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討論 Prophoto有一枝新的燈 就是D2 可能大家如果用Prophoto都知道 近年一路以來很多攝影師的影樓都有 就是這枝D1 Honolight有500V 1000V 很正常 它亦是非常紮實的一枝燈 我基本上除了換閃管和Modelight 都沒有試過怎樣壞 大約兩年前Prophoto出了一枝B1 充電 這枝燈當時我都覺得頗滑時代 它又有TTL 又有High Speed Sync 我想不少攝影師都受惠於它這些功能 是幫助我們很多 而今天的主角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這枝B2 外形上看起來跟D1和B1的分別不大 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它基本上將這兩樣東西有少許結合了 就是它是一枝在Studio中限10電的Monolight 但亦都有B1的High Speed Sync 和TTL 就這樣看在外形上 這三枝燈的分別不大 但其實亦都有些細緻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們整個技術上的設計有明顯的分別 它外形上沒有大分別 最主要的好處就是令我們可以沿用所有Prophoto 這麼好的Modifiers 但技術上 D1最小的power是4.0 最大就是10.0 B1最小的power是2.0 最大的power是10.0 而D2最大的power依然是10.0 但最小竟然是1.0 足足9級 這是非常罕見 D2除了承襲了B1的High Speed Sync 和TTL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有一個Grease Mode 一個凝固模式 現在官方給我的數據就是 D2最快的閃光時間是6萬3千分之1秒 這個數字好老實說 就算在power pack上 暫時都沒有任何一個power pack做到這樣的數據 而這個亦都成為了今天我們要測試這支燈最重要的地方 今次的測試重點就是速度 閃光時間 拍攝優美的舞蹈動作就最適合了 而剛巧今次幫我們的無特兒Alpha 就是跳開Pole Dance過 Pole Dance的旋轉動作 以及一些很sexy的拼頭髮的動作 是很需要高速的閃光時間 來將頭髮和其他身體的動作凝固的 這些Pole Dance的動作都只不過是前賽人 我們現在要進入我們的戲屋 我們想拍的第二張照片 就是想Alpha跳在半空之中做出舞蹈動作 再將手裡面的面粉灑在半空之中 由於要配合Alpha的舞蹈動作 和面粉在空中之中的形態 所以我們選擇在拍攝的時候 是用連拍來拍攝的 而D2的回電時間是相當之快 就算我們一秒連拍五、六張照片 D2的回電速度都完全跟得上 我個人認為攝影藝術 並不只是將肉眼所見的紀錄 而是將我們要表達的東西 用藝術手法呈現 高速攝影就正正可以將千鈞一發之間的細節 完美地呈現 拍攝動態的水 對於很多攝影師來說 都是一樣很麻煩的東西 不只是因為水會潑到到處都是 要凝固在空中的水點 是相當之困難的 而且水不單有形態和動感速度 還有它有反光的物質 只要閃光時間稍微有少少長 就會見到有樓尾的現象 相片就已經拍了出來 不知你們又覺得怎樣 燈就試完了 我想不用多說了 大家看相片 你覺得這個特別是一個freeze mode 如果你是有用的話 你就知道這支燈有多厲害 可能大家最關心就是價錢方面 價錢方面官方未正式公佈 但它現在告訴我 應該比D1貴大約30% 我在想一下 現在已經將Monolight 已經出到這樣的質素 這樣的地步 下一個會出的power pack 你猜究究會怎樣 首先我們今次要感謝Propoto 借了4支D2給我們做測試 另外要感謝我們的模特兒阿花 整身都是麵粉 整身都是水濕透 要很感謝他 另外要感謝我公司的同事 我們弄到周圍骯髒 要他們幫忙擦 希望他們不介意 大家好 我是UncleBong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喂 幫忙抹東西吧 抱歉 抱歉 我來看看 D4 E4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